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日前举行的中欧峰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雷声大雨点小 在彬彬有礼当中结束了峰会 对此 法国世界报毫不客气地指出 欧中峰会聋子对话仍在继续 不过参与峰会的欧盟外交 最高负责人伯雷利 13号对欧洲议会一番交心 多少透露出了一些 为什么是聋子对话的端倪 法广报道 中欧贸易越来越朝向 不利于欧盟的方向倾斜 4000亿赤字让欧盟诸国震惊 这次的峰会 欧盟希望中方能够明白 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 同时也向中方表明 欧中脱钩虽然既无可能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 欧中已经是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柏雷利10月份就去了北京筹备这次的峰会 12月7号到8号 他跟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北京共同出席峰会 对峰会的细节 内幕以及双方的交锋都非常的了解 12月14号 他向欧洲议会报告了这次的行程 说出了一些不太为外界所知的事情 比方说 他对议员们说 中方对对手这个词相当的警惕 因此他说 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反对被贴上 竞争性对手的标签 为什么呢 柏雷利解释说 对他们来说 对手这个词可能给人一种敌人的感觉 跟英语当中的竞争对手 有一词含义不同 欧方也向中方耐心的解释说 中欧确实是竞争对手 而不是敌人 欧盟想要说服中方 欧盟跟中国可以同时成为合作伙伴跟对手 这并不矛盾 不过柏雷利表示 欧盟跟中国的确是竞争对手 因为双方在民主跟人权的普遍性 等关键问题上的价值观 跟愿景不同 这两件事情足够重要 足够证明竞争是合理的 中欧是竞争对手 因为双方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包括人们选举统治政府的人的方式 而且对人权的考虑也不同 对于欧盟近年来 为了应对中国提出的去风险概念 中方似乎也很难理解 欧盟提出的去风险 只在跟中国进行贸易或者是种种合作时 要把欧洲承受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近年来西方普遍感觉 中方的营商环境恶化 去风险更加有其必要性 但是中方似乎有点把去风险跟反华等而通知 柏雷利在欧洲议会上说 在峰会上 欧方向中方解释 去风险并不是反华的举动 而是尝试跟风险管理的问题 跟中国脱钩不是欧盟的目标 但是欧盟必须通过解决过度依赖 跟供应链多元化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安全 柏雷利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减少对中国依赖的重要性 他说新冠大流行期间 欧盟成员国忽然惊讶地意识到 欧洲甚至没有生产任何一克的铺热洗通药 中国对欧盟去风险相当的警惕 但是中国的做法让欧盟觉得去风险是在必行 柏雷利说中国最近对家、者跟石墨等原材料的出口限制 只会加剧欧盟对这种做法的关注 欧盟代表团看来对中方的战略有深度的了解 在谈判桌上以毒攻毒 中方不喜欢欧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欧盟则回应说 习近平主席不也在说 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供应体系 在关键时刻实现自我循环 而不需要对他人产生强烈的依赖 欧中贸易严重的不平衡 在欧方看来 说到底是中国要解决市场准入的问题 不能够你的产品到我这里漫游 但是我的产品却被你处处卡关 中国的电动车做好了大举进攻欧盟市场的准备 来势汹汹 欧盟也已经开始下令调查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政府对企业补贴巨大 使其产品天然具有竞争优势 而对欧方来说 这就是严重的不公正 在峰会上 欧盟向中方提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领域 来重建信任 避免中欧关系出现螺旋式的下滑 包括了阻止锋利涡轮机行业 可能构成倾销的做法 放宽跨境数据流动 将食品贸易方式区域化 以及结束采购市场准入方面的歧视 特别是在医疗器械等行业 欧盟还强调 中国需要参与可信的世贸组织改革进程的重要性 包括了贸易的自由化 减少国家的干预 但是中方到底能够听进去多少呢 而且欧方强调可信度 中方能在多大的程度上理解可信度 在与西方打交道时所具有的重要性呢 欧盟跟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 跟基调有所区别 欧盟清楚与中国在许多问题上 特别是在贸易跟政治问题上 存在严重分歧 需要谨慎处理 而在应对气候 生物多样性 债务 健康跟国际稳定等许多问题上 仍然是关键的合作伙伴 但是重要的是 要维护欧洲的利益跟价值观 峰会还讨论了乌俄战争 欧盟希望中国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来阻止这场战争 让普京明白他犯了重大的错误 伯雷利13号对欧洲议会说 他们说他们有无限的友谊 但是实际上他是有限的 而不是无限的 因为他们保证 他们不是这个军事联盟的一部分 他们没有跟俄罗斯 结成军事联盟来打这场战争 也没有向俄罗斯提供 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军事支持 但是欧盟继续向中国施压 要求其明确这是一场侵略的战争 并利用其对侵略者的影响力 来制止这场战争 法广认为 尽管这次的峰会被刻薄的法国媒体 形容为笼子对话 说不上有什么样的成果 但是看起来还是有所沟通 至少欧洲似乎加深的对中方反应的把握 伯雷利本人似乎也是这么认为 他对议员们说 上次中欧峰会之后 他谈到了龙人对话 这一次语气不一样了 双方都认识到中欧关系的重要性 以及处理分歧的必要性 日前一家著名的英文政治新闻网站爆料 中国前外交部长秦刚 因为涉嫌向西方泄露中国的军事机密 而遭到逮捕 美国媒体Politico欧洲版6号 发表了一篇未庶民的文章 当中引用与北京高层有接触的 中国政府内部人士的话说 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 在6月底的访华行程当中 告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他的外交部长秦刚 跟解放军内多位高官 都已经向西方的情报机构妥协 其中包括了国防部长李尚福 这些官员随后遭到关押 报导甚至指称 秦刚已经在7月与北京自杀 或者是遭到折磨致死 这项爆料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争议 许多中国政治观察家 都对这项报导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14号日经新闻编辑专栏作家 钟泽克二也跟进讨论 并发表了一篇题为 普京的举报是否导致习近平清洗了他的外长 副标题则为 秦刚失踪后北京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该篇文章指出 推动政治决策的事件 有时候可能过于戏剧化 或者是离奇的令人难以置信 而秦刚这个案子被作者形容为 是一出以中俄为主角 美国为配角的复杂政治剧 这篇文章重新梳理了秦刚案的时序 7月底秦刚突然被解职 文章引述一位消息人士指称 秦刚成为了反应中俄不合的信息战的 第一个受害者 在秦刚案的舆论讨论当中 这个论点相对的特别 外界普遍将秦刚案视为 中俄情报互通有无的最佳例证 但是该文却引述消息人士指称 这是影响跟俄罗斯入境乌克兰相关的 国际政治动态的重要事件 这项人士命令 也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美国总统拜登 11月在美国举行峰会之前 采取的预防措施 这一切都始于五月下旬 当时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 率团访问乌克兰 并且会见的泽伦斯基总统 这次的会议显示出 北京开始转变对乌俄战争的态度 李辉目前担任中国政府 欧亚事务的特别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 李辉出访之际 乌克兰正趁势向入侵的 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 在基辅会见的中国代表团之后 泽伦斯基立即前往日本广岛 来参加七国集团的峰会 据报导 他的飞机是从法国政府借来的 必须要在中国大陆上空飞行 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因此很自然的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法国政府事先获得到了北京的许可 如果法国要防止飞机 受到俄罗斯军用飞机的阻碍 并确保泽伦斯基安全抵达日本 获得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 中国的批准相当重要 至于中国 他本来就希望 合作确保泽伦斯基的安全 因为他当时刚开始 在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来进行条件 泽伦斯基抵达日本 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 泽伦斯基猛烈地抨击俄罗斯 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 他还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陪同下 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馆 泽伦斯基当时充满活力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 俄罗斯却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感到沮丧 甚至可能担心 中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他以调解和平的名义 来支持乌克兰领导人 习近平三月下旬访问俄罗斯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这是习近平 自2022年10月15前例的第三次 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以来首次的出访 两位领导人都想要展示 他们之间的友谊 但是不到两个月后 中国外交代表团抵达乌克兰 这显然违背了俄罗斯的意愿 此时莫斯科可能正在怀疑 中国这个可靠的盟友 是否正在改变对战争的基本立场 文章认为 中俄关系的紧张程度 超过了外界的想象 因此俄罗斯终于下了一场豪肚 向北京投下了一枚讯息弹 一枚有关习近平的亲信 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的震撼弹 不难理解俄罗斯的动机是什么 身为中国最高的外交官 秦刚本来是派中国代表团 前往乌克兰的负责人 但是俄罗斯给秦刚贴上的亲美标签 因为他在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前 曾经短暂地担任过驻美国大使 一位熟悉中俄关系的消息人士指称 他向北京高层传递的秦刚被强烈 怀疑为美国间谍的内部讯息 该消息人士补充说 这项举报可能带有一些证据 回溯当时五月跟六月 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时期 六月时已故的普里克任 领导的俄罗斯私人军事组织瓦格纳 对该国军事机构发动了短暂的叛乱 普里克任本来应该是普京 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但是他在后来八月的一次 飞机失事当中丧生 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四号的兵变 发生在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鲁登科 突然访华之前 鲁登科在六月二十五号会见的秦刚 这是秦刚最后一次 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公开露面 一个月后他就遭到了免职 那么俄罗斯向中方提供了哪些证据呢 文庄认为最有可能的是 跟秦刚与一位知名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 傅小田的婚外情有关 秦刚被解职之后 西方媒体将这起事件曝光给全世界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根据报道 秦刚在美国待遇母亲的帮助下 跟电视节目主持人傅小田 生下了一个孩子 俄罗斯不仅关注了这起丑闻 也关注了这一名 曾经居住在英国跟美国的女子 值得注意的是 秦刚失踪之后 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 迅速恢复了秦穆斯科的立场 中国也不再公开地表达调解 俄罗斯跟乌克兰停火的意愿 普京在10月访问中国 出席纪念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路创意10周年的国际会议 这可能是对北京改变态度的赞赏 从表面上来看 中俄关系包括了军事合作 已经重回到正轨 但是仔细观察过去6个月发生的 激烈拉锯战就会发现 他们的第二次蜜月并非全是幸福跟欣喜 目前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 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战争上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引发人们的注意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件可喜的转折 本月早些时候 普京可能看到时机终于成熟 宣布要参加明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为何接受俄罗斯的情报 因为这可以被视为是干涉中国内政 而且中国高级官员婚外情并不罕见 但是官员因为此类的违法行为 而遭到免职的案例并不多见 不过就秦刚的案件来说 北京很可能根据俄罗斯的举报进行了跟进 并且发现了远远超过单纯爱情的严重问题 因为这也跟中美关系有关 而中国比其他国家都要来得更重视于美国的关系 因此丑闻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爆发 有了俄罗斯的情报 中国高层不禁认为秦刚的情人可能已经向华盛顿 传递了有关国内政治问题的情报 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 可能会严重地损害习近平的名誉 毕竟秦刚曾经担任过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 他经常陪同习近平出席国内外的外交活动 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然后在57岁的年纪就出任外交部长 这也使得秦刚被视为习近平的亲密助手 据了解秦刚也相当地熟悉 习近平私生活的各个方面 秦刚犯下的问题相当严重 即便是在党内也没有办法坦白地谈论 党的领导人受到了严格的禁言令 对其他高级官员的内部解释也含糊其词 只用了一个理由表示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 而这一类的措辞通常意味着婚外情或者是类似的问题 但是这种解释远非问题的核心部分 10月份随着中美峰会在即 秦刚也被免去兼任副总理及国务委员的职务 现在的焦点是党内是否会严惩他 或者是对他提起刑事立案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俄罗斯的咨询战有能力消灭中国的最高外交官 并使全球的政治潮流转向对其有利的方向 这也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立场 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了中国严重的国内政治议题 然而这一部复杂戏剧的全部细节 永远不会真正被揭露或者是为世人所知 中共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召开 对比往年的中金会 今年出现了异常 总理李强并没有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 只是对贯彻落实习的讲话精神提出了要求 综合媒体报导 今年中金会12月11号到12号召开 对此中共官媒报导标题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内文指称习近平在重要讲话当中 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 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李强做总结讲话 对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然而去年的中金会在2022年12月15号到16号举行 官媒报导标题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 李克强 李强做重要讲话 报导指称习近平在重要讲话当中 总结2022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 李克强对明年经济工作做了部署 李强做总结讲话 再看到2021年的中金会 在12月8号到10号举行 官媒报导标题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习近平 李克强做重要讲话 报导指称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2022经济工作 李克强在讲话当中 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并且做了总结讲话 对比今年跟往年的中金会 官方报导可以见到明显不同之处 第一 以往的中金会上 习近平总结当年经济工作 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 部署下一年的经济工作 而今年习近平全面总结今年经济工作 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系统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 第二 往年的会上 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并对下一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 而今年的会上 国务院总理李强没有发表重要讲话 也没有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 只是在总结讲话当中 对贯彻落实习讲话精神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求 显然习近平对经济决策大权一把抓 以往总理还是李克强时 仍然会尊重他的职位 形势上各司其职 但是现在到了李强担任总理 习近平显然毫不掩饰 他权力一把抓的事实 就连形势上也不做样子了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 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党内人士传闻在起 这一次传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的亲信蔡奇 网川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将替代蔡奇出任中办主任 出乎外界的意料之外 综合媒体报道 该则人士消息 已经通过了两位中国评论人士转发 一位是美国之音 及德国之声的媒体专栏作家邓玉文 11号在社交媒体X平台 贴文引述朋友的信息指出 金城证券传开 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 要进京接蔡奇做中办主任 文中写道 据说马兴瑞比较清廉 又有彭丽媛担保 而现任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义德 将调到新疆来做党委书记 升级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而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 将接替赵义德来做陕西省委书记 后两者属于习近平的之江新军 无独有偶的独立时评人 蔡胜坤也在X上面贴文说 位高权重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老陈蔡奇兼任一年之后 习近平终于确定了新的人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即将离疆进京 在64岁之际 来成为离习近平最近的高官 蔡胜坤预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次换届 68岁的马兴瑞还可能再上一层楼 登上郑国籍的大位 不过他说现在的郑国籍也只是象征性的礼遇而已 除非习近平特别的赏识跟信任 否则郑国籍也没有任何的权利跟自由 比方说江湖时期留下来的郑国籍元老 包括为习近平集权力下汉马功劳的王岐山 蔡胜坤分析习近平挑选马兴瑞担任中办主任的原因 并非是他至江有数 而是身为技术官僚的口碑良好 更重要的是在从政过程当中 他没有时间跟机会来栽培自己的亲信跟党羽 再加上远离京城权力中心 接任中办主任也能够平衡浙江帮跟福建帮的关系 再加上马兴瑞跟前任中办主任丁薛祥没有任何的交集 习近平用他也能够相对的放心 不过也有评论家抱持着反面的态度 飞天大学副教授YouTube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则认为 马兴瑞替代蔡奇的可能性非常小 马兴瑞跟习近平是没有什么交集的 他既不是福建帮也不是之江新军 习近平为什么要这么信任马兴瑞 而且要让马兴瑞去取代蔡奇 这就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 至少不符合习近平任人为亲的原则 而且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 那就说明了蔡奇已经是宠 尽管相关的消息传出 但是12号中共官媒人明日报报道 习近平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王毅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王小红等 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从蔡奇仍然陪同习近平外访来看 他应该仍然受到习近平的信任 仍然安前马后地陪着习近平 这也给前述爆料的可信度 达上了一个大问号 值得注意的是 在邓玉文的爆料当中提到了 有彭丽媛做担保 对此有网民指出 马兴瑞是彭丽媛的人 其近今或许是在为彭丽媛出山来做准备 公开资料显示 马兴瑞祖籍位于山东运城 1959年出生于黑龙江双崖山 一个矿工的家庭 父亲跟两个哥哥 都是双崖山矿物局的矿工 1978年10月 他考入了复兴矿业学院 也就是今天的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积淀工程系 工程力学专业学习 1982年7月考进了天津大学力学系 一般力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1985年3月到1988年3月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飞行动力学研究室 一般力学专业读博士研究生 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 马兴瑞曾经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工信部副部长 国家航天局局长 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 有航天少帅之称 2013年3月26号 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国家航天局局长 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 两年之间 马兴瑞从央企到工信部 再跨界到中共政法委书记 然后出任深圳市委书记 这也是深圳首次由中央委员出任一把手的职务 2017年58岁的马兴瑞 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省长 党组书记 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的成员 2021年12月接替了陈全国 提前卡位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担任中共新疆党委委员 常委跟书记 对于马兴瑞的深迁之路 蔡盛坤指出 马兴瑞背后似乎有着江派的影子 他在X的贴文上面说道 马兴瑞的深迁之路其实并不复杂 他是在江湖时期重用技术官僚 后期在国防军工系统 又深得到曾庆红的赏识跟提拔 为他在习近平时期步入政坛奠定的基础 至于外传 马兴瑞主要靠山东籍老乡 攀上彭丽媛走夫人路线来平步金云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根据 而传闻庄被马兴瑞取代的蔡奇 现年67岁 曾经是习近平在福建跟浙江的下属 蔡奇在今年中共二十大之后 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排名第五 并且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外他还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时兼任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 及多项职务于一身 让他的政治能见度大幅的提升 此前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 排名第五的蔡奇身兼多项要职 是习近平独强象征的报道指出 蔡奇至少身兼党内五项要职 如此没有潜力可循的用人方式 反而凸显出了习近平权力集中 独揽大权 在政治局建立了一项体制 报道指出 今年五月底 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当中 任命蔡奇担任副主席 这项人事安排 使得原本两名副主席增加为三名 此外蔡奇在今年三月起 几乎参与了习近平各项出国访问行程 甚至负责警备相关业务 同时也有一定的权限来处理习近平的 日常业务跟行程管理 报道指称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可以说是总书记的秘书 由政治局常委出任实属罕见 在蔡奇之前担任这项职务的 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在政治局排名第六 而习近平任蔡奇担任此一职务 显然未以管理 蔡奇也负责主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小组 在四月初的一场会议上 蔡奇表示 全党同志必须要诚实地学习 理解并且实行 要教育并且指导广大的党员干部 让他们都能够理解 报道提到 蔡奇身兼多职的情形 让他身上的责任 比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还要来得多 一名熟悉中日外交的人士形容 蔡奇的高度忠诚赢得到了习近平的信任 现在再加上蔡奇12号陪同习近平访问越南来看 他应该仍然受到习近平的相当信任 仍然按前马后地陪着习近平 这也给前述爆料的可能性打上了一个问号 12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式对越南开始 为期两天的股市访问 根据中国官媒报道 双方宣布将在深化全面战略和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那么中越两国目前还是否具有所谓的 统治家兄弟般的关系基础呢 而面对到南海主权争议 中方此举的目的何在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新华社12号的报道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当天在主席府 为到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的仪式 13号习近平则先后的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慧 总理范明正以及越南国家主席吴文尚 这是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三次的访问越南 也是他在时隔六年之后的再次到访 中国官媒强调此行展现了中越同志家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新华社的报道则说 双方在会谈当中宣布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也就是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构建所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然而越方似乎对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兴趣不大 中央社报道从越南国家主席吴文尚十月访问中国 到中国外长王毅十月一号访问越南的中越官媒报道都显示了 尽管中方报道强调了中越因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越方报道都没有提到 显然越南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倡议反应冷淡 习近平十二号跟阮副众进行会谈 根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 两人在会谈当中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和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而13号的三个行程当中 习近平也不断地强调 前一天跟越共总书记 宣布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成就 不过对照越南官媒月通社发布的越文报道 凡是中方提到命运共同体这五个中文字的时候 越文一律翻为未来共享共同体 而非命运共同体 显然有模糊带过的各自表述意味 路透社也在12号援引外交人士披露 河内最初不愿意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 两国的外交官员甚至为此争论了好几个月 而且有媒体披露习近平访越日期被推迟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双方对于命运共同体 一词的使用展开了长时间的磋商 越南最初也对于这个说法有所抗拒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这两个国家从过去的十几年来都一直在渐行渐远 展望未来的话中越也会渐行渐远 所以两国要建立所谓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是不可能的事 夏明指出虽然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国家 但是近年来两国追求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 当中国走向越来越保守的回头路时 越南却在加大步伐 迈向以美国、日本、东盟为主导的 自由开放的经济和政治体系 他说越南作为一个小国会去拿中国的一些好处 但是越南人也会非常的清楚 他们最大的好处不会是来自于中国 他们的未来也不会跟中国绑在一起 对中国来说 越南也不会成为了他的一个铁杆兄弟 今年9月 美国总统拜登也曾经访问过越南 并将每月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双方还达成了从半导体到安全等多项协议 旨在遏制中国在印太区域的影响力 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东南亚项目副研究员 纳台·莱加瓦分析 越南今年跟美、日、澳等多国都加强了合作关系 而不只是中国而已 越南正在寻求加强和各方面的关系 它不是在寻求与某一方结盟去针对另外一方 而是建立一个伙伴关系网络 新加坡由索夫伊萨研究所的越南战略和政治问题专家 黎鸿鞋则对路透社表示 中越外交关系的升级只是象征性的 越南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从越南人民的角度来看 只要中国继续对南海大部分地区宣称拥有主权 两国之间就几乎没有共同命运 路透社披露针对习近平此次访阅 两国总共签署的37项合作协定 其中包括了一项加强中国昆明跟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之间的 跨境铁路开发的谅解备忘录 该铁路穿越了越南赴寒西土矿的地区 此外中国企业今年以来比疫情之前 还要更快地将部分的业务转移到越南 来降低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 并以此降低中国国内经济疲软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中越之间更为便利的铁路网络 还会加快从中国进口零部件在越南组装的速度 从而有效地扩大中国的一带路倡议 报导还提到 在美中两国争夺对越南影响力的过程当中 这些协议堪称是越南竹子外交的胜利 不过学者夏明分析说 越南虽然会努力从中国的投资当中得到好处 但同时也处于一种纠结的状态 因为任何跟中国在经济上的更紧密联系 从战略上来说 对越南的风险都会更大 夏明认为经济疲软之下 中国给一带一路国家资金投入越来越少 因此相关承诺对越南的吸引力也正在降低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打造印太战略 生产及供应链正在进行友邦承包 而越南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 越南如果跟中国强化关系 只会抵消这一项努力 路透社披露在中越两国签署的37项协议当中 还包括了一份在南海北部湾联合巡逻的谅解备忘录 这被视为中越两国围绕南海主权争议的紧张关系 可能会出现某种缓和的迹象 不过夏明指出 越南此时很难以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来向中国让步 即便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其国际空间也相当的有限 他认为这方面主要是因为北京在南海问题上 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 同时美国、日本跟北约国家 基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在南海问题上都在反对中国的军事扩张 他说越南在过去没有顺风车搭的时候 他都跟中国在南海岛屿发生的军事冲突 现在有西方、欧美这些大国的卷入 其实对越南来说是处在更加的地位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12号提出了将近150点的政策蓝图 希望重新设定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 要求政府针对北京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 进行强硬的反击 此外委员会也建议 为了因应中国可能对外侵略的战争风险 联准会应该要对美国银行来进行抗压的测试 德国之声报导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12号发布了一份跨党派建议清单 内容着重在美国跟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同时也呼吁国会 要求政府协同盟友制定计划 在中国对台湾或者是其他美方盟友 实施军事入侵的状况下 让北京付出严重的外交跟经济代价 该委员会过去一年举行多场听证会跟调查 打算要写出政策蓝图 内容涉及到美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 还有更技术性的法规修订 虽然并未直接要求政府取消20多年前 授予给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 但是直指中国并未达到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济改革承诺 并且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安全 因此提出应该在短时间之内对中国分阶段征收一套新的关税标准 相关的建议措施包括了针对特定商品向中国课征新关税 另外建议政府要求美国上市公司必须要公开跟中国的关系 报告除了强调美国应该要重设跟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也提到了要阻止美国资本跟技术 助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跟侵犯人权的行为 此外美国也应该要投资研究跟制造能力 与盟友合作打造集体经济的韧性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委员会在这份蓝图当中 还建议美国联准会应该要针对如果突然失去中国市场 美国银行抵御的能力来进行一场压力测试 并将测试结果记录成机密的报告 作为美国及其盟友拟定制裁计划时的考量因素 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成立一个协调办公室 针对未来跟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来进行评估 并准备好对经济、金融跟产业冲击的因应措施 具体做法除了在美国国内建构经济安全性原则之外 委员会也提出政府应该跟盟友制定联合计划 如果中国军队侵略台湾或者是其他盟友时 对北京施加严厉的外交跟经济制裁 六度旅行管家 你的旅行全策划 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 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 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 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 很高兴能为你服务 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 嗯 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 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 美食 海滩 或者其他的 嗯 海滩和美食 好的 了解了 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 比如素食 无肤质食品等 嗯 不吃牛肉 好的 我会注意在 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 你计划的旅行时间 是多久呢 嗯 四天 了解了 你是打算独自旅行 还是和他人一起 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 与父母一起 好的 我会考虑到这一点 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 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 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 或者希望有海景 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 在希腊的海景酒店 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 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 你希望在这四天里 每天都去海滩吗 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 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 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 两天历史遗迹 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 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 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 海滩 你可以选择 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 比如 Lafonese海滩 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 都有清澈的海水 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 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 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 历史遗迹 第二天 你可以参观 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 雅典卫城 在那里 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 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 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 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 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 你也可以去克洛索斯宫 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 市区 在雅典市区 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 现代的购物中心 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 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 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 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 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 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会员 böyle